大家好,就住2011年區議會選舉 人民領域做了一個有關自動當選的分析 其實那些sledes已經印在大家的新聞稿上 如果大家有興趣回去寫稿的時候 都可以refervert到那些sledes 這個簡短的sledeshow其實真的很簡短 幾分鐘就說了甚麼 大家看到了 根據選舉事務處在9月28日 最後更新的那一份候選人提名裏面 其實自動當選的人數是71人 我知道事後過了9月28日 好像還有一兩個人會自動當選 但是我們就根據選舉事務處的資料 因為我們不確定那兩個人是否真的自動當選 但是就算我們計算了下去 都不特別影響那個大圖畫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refervert到這個 自動當選的人數裏面來自民建聯工聯會 或者民建聯俄工聯會的人數就是有34人是最高的 其次就是一些獨立人士 大家見到是29 另外自由黨和公民力量分別都有3個人是自動當選的 但是 新界社團員要兩人有3個人是最要的 為什麼可能是否又搬在建制派 其實這個為例挺重要的 大家看看自動當選的71個人當中 是以九陲西和新界的大色的比例是最低的 我先拿港島為例 港島總共有80個區議會議席 其中有17人是自動當選的 佔了個比率是21.3 即是藍色的就是實數 綠色的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個比例 大家比如看九龍東 九龍東有60席 有16個人自動當選 比率是超過四分之一 達到26.7 那新東我不說了 但是九西和新西就是分別最低的 比如九西就是60個總議席裏面 有四個是自動當選 只是佔了6.7% 而新界西有116個總議席 自動當選的人數是18個 佔了15.5% 泛民主派 但是在上屆選舉之後 其實它是撤離了很多選區的 大家看到譬如民主黨 在港島區裏面 上一屆就有兩個選區 是上一屆跟原文建聯或者建制派對壘之後 今屆是撤出了的 港島有兩席 九西有一席 九東有一席 新西有一席 新西有三席 另外新東是有七席的 特別注意的大家看到那顆星就看下面了 大家會看到泛民區選聯盟和前線 即是舊前線 即是劉慧卿未轉投民主黨之前的前線 其實他們去年那兩個團體 中共有四個候選人 今年是加入了民主黨的 那這四個候選人 今年都是放棄了他們原有的選區 即是選擇了沒有再跟民建聯對陷 而去了第二個選區 所以無可否認 我們一定要進入他們的民主黨的席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是民主黨的成員了 那你另外看到公民黨、社民聯盟、民協 又或者是獨立人士 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而繼續自動當選的人 大家看到其實都有 我本的數字大約就是有17個左右 好了 這張slide就是了 上屆自動當選的人數是41個 今屆自動當選的人數是71個 今屆泛民撤出了上屆和民建聯對陷的選區人數 總共就是30個 這條數就是這樣計算 41加30 剛好等於71 即是今屆自動當選人數 好了 大家refer 回到剛才那張slide 就是所謂的泛民黨派 就是撤出了上屆和民協對陷的選區 看到民主黨、公民黨、民協和社民聯盟 加上那些數字 就是當捕三策 從這個小小的分析 我們得到的結論就是 人民力量擁有立法會議員的兩個大選區裏面 即是大舊的新界西和玉米的九龍西 自動當選的人數都是最低的 人民力量在這兩個區分別派了十九和二十四個人參選的 總人數是比起很多所謂的泛民黨派是環繞多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 剛才呼之欲出 所謂的泛民黨派在今屆設出了 至少三十個上屆和建制派對壘的選區 導致民建聯等等的政團不戰而勝 上屆和今屆制度當選人數的差別就是剛好三十 所以希望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如果去做一個分析的時候 請看清楚現實 多謝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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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